今年是行政医农委会第十八改良党 设立188周年 设计军党设立85周年 行政医农委会第十八改良党 在设计军党基本在庆祝活动 并且基本台队25个新平均 制约第十五个发表会 这款地图定现主任的军机室 第二十五个应聘政务开发的市场 基本未来提供地农来资金 行政医农委会第十八改良党 在一月设计农党基本党兼 邀请国内党冠军党参加 会中表扬第十八改良党 这一完工并且切记能够来庆祝 二一茶叶改良茶生日快乐 我们的茶文化可以本身 它就是一个文化的底蕴 是有厚度的比如说我们的茶席 或者是刚刚厂长讲的很多的研发 所以我说茶叶是台湾的重心 茶叶是国际连结的开始 茶叶会让我们发光发热 我们一起努力 除了庆祝地农改良党一百十八十年 他在分党八十五十年以外 主办单位也有发表新的地图评价 台队25号 未来进入市场发展 我们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有命名一个全台湾第一个紫芽的 茶叶的一个品种 那这个品种它的颜色 新芽是紫色的 所以它的花金素含量特别的高 那也因为它的这个花金素特别的高 所以它所做成的一个绿茶 它除了滋味甘甜之外 那它还可以玩很多种颜色 譬如说你加了不同的酸碱质的 这些水的这些成分的话 它就可以从粉红色变到深绿色 新品种的资的地图 无论是资产紅茶 力茶都很适合 而且资色的地图 也可以作为经管粉摘 可以说是检果浪液生产 方的力化 还有第一的加工多元用度 台材25号的一个推广 目前命名已经通过 那现在正在我们申请相关的一个品种权 那预计在年底之前 能够申请到品种权 品种权申请到之后 我们就会进入大量的一个繁殖的一个季转 那这个部分可能要在明年的时候 茶农朋友就可以有第一次的这个茶苗 可以来做大量的繁殖跟种植 今年来第六改良金 用心在科技建法 还有参业护党 也向创新地肥 还有党兰化的发展 累计很多建法的成果 其他台队25号的新品种 会当中提液带来创新的发展 记者欢迎订阅插红炒红报导